Hello大家好,我是AI小王子 屏幕前玩AI的你 请一定要去体验LibLib AI新出的SD功能 本月LibLib周年庆 5月16号到22号限时领取 1万算力登录即可领取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搜索LibLib AI 点击进入即可体验 如果你是在本月的16号到22号之间登录的用户呢 恭喜你,可以免费获得1万算力 我们点击领取一下 领取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在线生成 就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你的算力了 接下来看一下他们新出的强大功能 新功能分别为Layer Diffusion 用过Forge的同学应该知道这个有多强大吧 可以在生图的过程中把你的图片抠好 而且这个抠图的效果不像之前我讲的RMBG 那样有很多瑕疵 我一会给大家实操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其次是CounterNet OpenPose 终于可以在他们网站上编辑了 点击这边编辑 可以编辑这边的骨架图 这样拖拉拽都可以 然后是另外两个抠图的插件 一个是SegmentAnything 一个是InPaintAnything 最后是我最喜欢的图生图高清放大功能 Tiled Diffusion 我们先看Layer Diffusion 加载一下预设 假如说今天我们的需求是 随机生成100张透明背景的人物图片 过去呢,我们可能会先生成好图片 然后再把图片放入到PS 或者其他抠图工具里面一张一张抠 有了Layer Diffusion后呢 我们就可以仪器合成了 实操展示一下 这边是我的关键词 然后采样方式随便选一下 我们批量生成4张吧 打开Layer Diffusion 点击启用即可 我们去用这边的默认算法就行 Wait和Stop at不用管 这些调节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生成 OK看一下 批量生成了4张 他这边会给我们生成8张 一般来讲我们会用下边这个直接抠好的图片 看一下他的抠图效果啊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啊 像这些毛发 还有后边一些背景光啊 一些氛围 他处理细节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说是瑕疵几乎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Layer Diffusion 其次呢 把Layer Diffusion关掉啊 这边如果不关掉的话 AdTeller和ControlNet是无法使用的 我们把它关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OpenPost 点击这边的编辑 就可以编辑这边的骨架了 左边是具体的一些方位 大家可以调整 DW OpenPost 像脸部 眼睛 鼻子啊 嘴巴啊 耳朵 识别 还有手部的识别 都是比较不错的 OK勾选好启用和完美像素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生图 OK我们看一下 这个姿势啊 是不是跟我这个姿势特别像 对吧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他变成了一个动漫里边的一个人物 OK这个是OpenPost 然后Sigman Anything呢 还有InPaint Anything这两个插件啊 相信看过我AI系统课程的学员都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直接讲最后一个Tile Diffusion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涂生图的高清放大功能 很多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疑惑啊 就是纹生图里边有高分辨率修复 但是涂生图这里边并没有高分辨率修复 所以一般涂生图放大 我们会用这边的超清放大Tile Diffusion 或者大家可以到涂生图下面往下拉 有一个Tile Diffusion和Tile VAE和上面的功能 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这边会有更多参数让你去调节 主要来调节的就是我们点击启用 选择放大算法 放大倍数 然后再打开Tile的VAE启用 把你想要处理的图片放到涂生图中即可 就不像这边的超清放大一样 必须是选择图库的图 这边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点击请从图库这个选择图片 我们点击它来到图库页面下 然后找一张我们想要放大的图片 比如说刚刚做了这张图片吧 我们点击中间三个圈这个按钮 点击发送到Tile Diffusion 发送之后呢 把放大算法换成无脑用的 我最推荐的4X Ultra Sharp 即使这个是enemy啊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enemy6B都可以啊 然后存位幅度呢 大家可以简单调一下 如果你不想让它变化太多 就把存位幅度拉低 比如说拉到0.15左右 放大倍率呢 现在是768×1024 我这边就先给大家放大两倍 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生图 OK速度还蛮快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两张图的区别 这个是高清放大两倍的 这个是没有高清放大的 其实像Libliib AI这样子的模型网站 除了有模型可以直接去使用下载 它还可以在线生图 纹生图啊 图生图 目前来讲 很多功能都已经实现了 可以看出来 它们真的在很用心的经营平台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使用Libliib AI这个平台 OK 本期课程就先讲到这里 Follow me 让轻松掌控AI